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喔 那既然大家都知道我们讨论的程序 以及为什么我们今天占领立法院要公民审议 是因为要夺回我们公民参与决特的权利 然后呢是一个民主重申的开始 如果大家都非常清楚的话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下一个阶段 请两位老师针对现在两岸协议监督条例这个桥案 为什么要有这个桥案 为什么要有这个条例的通过 跟大家简短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我们是不是就掌声欢迎徐伟群老师 中原法律系的老师 也是台湾首顾民主平台的前会长徐老师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伟群 中原大学财新法律学系 我跟邱文聪教授的两位来在这个 用这个时间来跟各位稍微说明一下 关于两岸协议监督机制立法的问题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首先跟各位说明现状 那么邱教授待会会跟各位谈 关于这个立法的这个相关的提案 跟他里面的内涵 就现状的部分我想各位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是说各位为什么来到现场 各位来到现场是因为323晚上的那个警察暴力吗 是为这个事情吗 或者是不及及这个事情 而是更往前推 在更往前推 我们是为了不同意这个福茂协议 就这样子被宣布生效 对不对 换言之各位的设想是 福茂协议这个东西在这个民主国家里面 应该透过一个所谓的民主的实质审议机制 它才可以成为一个有效率的东西 这是我们所有的人的期望 对不对 我们根据什么有这个期望呢 我们根据什么来要求 我们这个立法院必须做这件事情呢 各位知道 立法院在马总统一手的操纵之下 打算掠过这个实质审议的程序 打算直接的让他进入生效状态 这所有的排除民主机制的背后都有一些说法 这些说法我们可以克服它吗 那说法例如说 这个条约的审议国际间通常是行政权的专段 条约的审议国会呢 通常是只有这个最后说yes or no的权利 没有实施审议权 又说 胡贸协议在我们国家里面是行政命令并不是法律 诸如此类的说法 在这些说法里面我们已经确定有一些是明白的谎言 所谓的国际管理当中 没有个别审议权 我们说谁说的 连我们自己台湾在当初批准国际人权公约两公约的时候 第一次都是因为国民党反对其中的某些条纹 所以整个没批准 我们说在自己国家里面 都实际上对于条约这个事情 有个别审议的权利 而且是国民党必做的权利 你还有什么理由跟我们讲说 我们不能做个别审议 只能够做最后yes or no的表情 然后我们说在韩国的例子也是一样 这也是明显的谎言 不过接下来变了一个问题 他说 胡贸协议是一个行政命令 所以我们无权 让国会做实质的审讨 所以就用了所谓的立法院直权行使法的第六十条规定说 他就成效了 过了期就成效了 请问各位 我们有什么理由说这个是不对的 我们到底有什么理由说 这个胡贸协议应该要经过国会的立法 各位想一想这件事情 我们说在这里面还有个谎言 是比较容易回答的 所以比较容易回答的是说 那个行政命令的概念 根本不能套用在胡贸协议里面 因为胡贸协议 它的名字叫协议 它根本不是我们的中央法规标准法里面 所定的行政命令的任何一个名词 所以从名词来看是不对的 不过有人会跟你说 说国际间 请清楚还用国际了 国际间的这种契约的订定 有两种 一种叫调约 一种叫行政协议 然后跟你说 行政协议这个东西就是行政权专实 用这个说法来 说服舆论 但是我们说 这个在专业上也是一个谎言 我们可以通过它 为什么 因为行政协议 如果称为行政协议 如果称为行政权专实的行政协议 这是存在的 但是这种协议 它只有一种内容是可以被容许的 就是纯粹的技术性规定 如果国与国之间所定的这个契约 是国与国之间的技术上的互通后分工 那么这就可以被认为 那法律上的所谓的行政协议 所以可以就用行政命令的观念来处理它 可是服貌协议 明显的就不是这个东西 当他们说 这个是协议的时候 一方面名称不是 二方面内容也不是 所以我们在专业上很清楚所指出 这个是一个法律案 绝对不是行政命令 我相信 马政府里面的这些博士级的人物 他们如果有良知的话 他们也会从议这个法律之事 那这个谎言被说过之后 我们就会说那服貌协议是个法律案 当然应该按照民主程序的一般法律 通过山谷的方式 通过山谷的方式在委员会里面做个别的審议 讨讨讨讨论提案表决 然后一步一步的做 这是我们认为 在说破所有谎言之后 说破所有谎言之后 理应进行的程序 这非常简单 这是一般的民主原则 不过各位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困难 这个困难导致行政权有借口 记清楚是有借口 有借口越过这个要求 越过这个程序 这个借口 就在我们的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 我要说的是 今天会出现这个民主体制失灵的状态 他不仅仅是这个当权者本身 他的内在规范瓦解 并不只是他内心一直想要 排除这个民主体制 然后用他的绝对权去这样的处理 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问题 不只是这个党的内在的问题 同时是因为我们的体制上面 有了一个缝隙给他一个借口 各位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时候 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体制上的东西补起来 那么他永远有借口说 通过协制上的法律规定说 我们这个可以强行过关 我们所说的这个体制上的东西 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 这个条文 他直接去处理 台湾跟中国之间签订协议的问题 条文里面的规定是说 如果这个签订的协议里面涉及法律的 涉及法律的这个修改 那么他就要经过实施审议 他如果不涉及到这个法律的修改 那么他就由行政机关 透过行政机关系的两岸成效 也就是说在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第五条里头 他就去运用了行政协定的概念 用行政协定概念来涵盖 某一种类型的两岸协议 那更大的问题是 到底哪一些协议是属于所谓法律层次的协议 哪一些协议是属于所谓的行政协定层次的协议 谁说的算呢 按照这个条文的第五条 是授权行政机关决定 或者说他是空白的 使得这个权势权是掌握在 一手掌握在行政权手上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以至于他虽然表面上给了我们两行途径 一个是所谓的国会审议途径 一个是所谓行政命运途径 但实际上由于那个类型的决定权 放在行政权的手上 各位知道结果为什么不错 我再强调一次 造就我们今天民主失灵的原因 除了执政当局 他的内在的民主规范 已经封减了 新城市国会原则上就有审议途径 但是他为了追求所谓的效益 所以他可以做 他可以把事前的参与权跟事后的审议途 做一些比重的调整 通过法律的规定 做比重的调整来追求效益 虽然他是所谓的快速通关 但他毕竟仍然是一个什么 一个法律机制 一个法定的机制 那更不要说 韩国的通商条约缔结法 在这个法律里面 他把条约缔结的过程 三个阶段 一个是签订前的决策阶段 一个国家要怎么决定 他要用什么样的章本来进行 跟对方谈判 这个前置阶段 他要求要有国民参与 要求对国民资讯公开 要求让国民的意见 进入谈判的决策范围里面 被踩到 他要求国会 对于这个谈判计划 有建务权 有修正的权力 谈判中 对于谈判中有监督权 谈判后 对于签讯之后 有审议权 这就是韩国的 方向条约缔结法 他的结构 这个结构就是 直接的反映 一个民主参与机制的全貌 民主的概念走到今天 他不仅仅是代应民主了 民主的概念走到今天 已经进入了 人民参与 公民参与的阶段 就跟各位一样 在进行公民审计 而韩国这一部法律 韩国是法政府 最喜欢拿来当作例子 说人家签了多少的FDA 可是他没有告诉我们的是 这个国家 即使在如此追求 所谓的贸易协定的情况之下 他仍然必须受到民主 法治的限制 他仍然在这个框架里面 而且人家立法 是一个这么完整的法 我们看到我们体制上弱点 因此我们非常有必要 苦足这个缺陷 今天我们要认知 我们今天我们称他为是 民主失灵 宪政危机 就是因为 这个常态的民主机制 已经被实施排除 已经被实施排除 如果我们不用制度上的苦足 那么我们将来还会重新面对一个新的文贸问题 他可能一个实施是货帽 是文化协议是任何一种 甚至不一定跟两岸相关 各位如果还记得美牛的话 也是同样的例子 各位如果记得合适 可能也是同样的例子 都是你主失灵 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 就是希望各位知道 推动这个两岸协议监督立法的必要性 拍照 这么快 不忍睡 得不忍睹 提供 推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